我們河洲可能是全球第一個可以打飛的城市 不用我帶你看看 嘩 這樣就更了 我就不知道你知道嗎 總之我就剛剛才知道 全世界唯一無人駕駛的載人飛行器 第一個基地就是我們河洲 連日本、泰國這些國家仔 都是向我們購買這些無人機 這個訊息令我作為一個河洲人 我覺得很驕傲 哇 這個119可以稱之為空中消防車 它照作用都是空中救援 開高空滅火 你看看 它的頂上有幾個大炮筒 可以在高空直接發射入房裡滅火 這些全部都是無人機 一部大概是280萬左右 這個賣得遲 這部叫做216無人機 它真的完全不需要有人駕駛 因為它是一個自動駕駛飛行器 所以已經實現了是空中自主飛行 我們再過來這裡看一下一個物流機 這一個就是216的物流機 它一次可以運400公斤的貨品 我們現在看到這部 你看到有個十字架 它是一個空中醫療救援機 這些就是全部是宿世版的樣板機 經過科技人員無數次實現 試飛成功之後再製造出正式的載人無人機 平日電影拍攝飛機爆炸場面的就是用這些機 益行智能是一家全球領先的 智能自動駕駛飛行器的科技企業 他們致力於每個都能夠享受到 安全、自動、環保的空中交通 現在我們看到這條就是飛機起飛的跑道 河洲是一個福地 幾百年內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天災人禍 歡迎大家回來建設我們美來又厲害的家鄉 MING PAO TORONTO